那我在最近这十几年 在国际上团结宗教 十多个宗教跟佛教不一样啊 有没有底属有没有冲突 没有啊 冲突底属从那里是你不明了 双方不明了 自己在那里身体里也烦恼 一点冲突的 释迦牟尼佛对这不仅 就是介绍极乐世界 不遗余力 尝尝书 在讲经的时候 附带讲道的时候 大概总有两种 经论提到的 真得常说 劝勉我们了 重视这个法门了 这个法门叫男性之法 男性之四太奇妙了 都认为是不可能 但是他真做到 因为我们没见信 见信的人一看这个经 马上就受持 为什么他们有疑惑 我们凡夫啊 看着这个经有疑惑 对佛没有充分的信心 所以这个经 谁能亡生西方 真正相信 有极乐世界 真正相信 有阿弥陀佛 有这两样信心 一丝毫怀疑没有 极乐世界就录取了 那念佛呢 念佛很重要 极乐世界是学校 你到极乐世界 插班 插哪个班 看你念佛功夫的前身 念佛功夫深的 班级高 功夫前的 班级低 没有功夫的 从头学起 好啊 也好啊 下下平往生的 是没有功夫 没有功夫 临命中是 一念 是念 往生 平时没念过 就是最后 命中的时候 气还没有断 念个一生十生 这是没有功夫的 下下平往生 他有信 他有愿 我们对这个经 要深集信心 深集信心 真的 我相信 为什么 我学佛六十四年 我相信进度 三十年 前面三十年 不相信 但是我不回报 我有真的好处 我也赞叹 但是我不许 三十年 才搞清楚 搞明白 我这一生 没有离开尽教 我天天都说 将近没中断了 将近五十七年了 所以 男性执法 我的感受很深 真男性 老师介绍我 华音经俗潮 何论 我立刻就接受了 没有怀疑 对于这个经 餐饮法子劝我 我不批评 不接受 我没有批评他 我没修完 在台中 跟李老师十年 老师至少 劝我六七次 我也当二边俘 没有认真学习 当我讲华音经 讲五十三残 看到文书 文书朴贤 善才童子 我才真正相信 知识分子 一般 对于文书朴贤 最崇拜 文书智慧 朴贤的世界 把佛法如何 落实到生活 落实到工作 落实到 厨师在人间物 活学活用 那真有好处啊 没想到这年魏大菩萨都是念佛 在极乐世界成就的 这出乎意料之外 再看善才 那个标法表得好 我们真看明白了 以前看了很多遍 都没有看到 这下看到了 你看头一个 他参谎的善知识 得云比丘 四十花言家吉祥人 十一个人 他修什么 他修博州三美 专修念佛法门 给善才童子 讲开始 讲了二十一种 念佛法门 那个二十一 不是数目字 是密宗标法 标无量 标圆满 那就说明 门门跟进度 都离不开关系 无论说什么 只要一回头的话 都成就啊 没有抵触啊 没有冲突啊 如果我这个方法 有冲突 那就不对了 没有 那我在最近这十几年 在国际上啊 团结宗教 十多个宗教 跟佛教不一样啊 有没有抵触 没有啊 冲突 抵触 是你不明了 双方不明了 自己在那里 生的这些烦恼 一点冲突的 特别是中国传的文化 跟佛不冲突 跟道不冲突 那就换句话说 跟所有宗教都不冲突 啊 所有宗教都应该修复 为什么 佛经讲的透彻 比他们讲的透彻 啊 佛经里头 没有迷信的色彩 啊 给你真的 把问题 讲清楚 讲明白了 你不能不相信 它的好处 这是大学问啊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啊 队 阮 队 队